上海街头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真是彻底引爆了网友 刷新了无数网友的三观 很多人被气到骂街了 上海屋中市集的菜市场 跟知名奢侈品牌搞了一个活动 活动大概就是给各大摊位上的水果蔬菜 裹上这个品牌的定制的手袋 只要购买20元的水果蔬菜 就能送这个品牌的袋子 然后这个事情一下子被网友就发现了 于是一群又一群的女孩冲向了这个菜市场 全都去抢菜抢袋子去了 看看图片的排队量 其中很多很多小姐姐还特意打扮得非常的时尚 做好美甲 甚至还带了私人的摄影师 一进门就开始凹造型 一边拍一边发视频发朋友圈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被网友报到网上 直接令无数人三观震碎 画面当中一个女子手里拿着蔬菜 快步的走出了菜场 走到路边垃圾车 直接就把刚买的菜丢进了垃圾车里 扫地的环卫工人直接就看蒙了 结果网友就炸了 无数网友就被这种浪费粮食爱慕虚荣的行为 气到骂街了 菜园今天本年度最新讽刺词汇 就正式诞生了 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粮食其实是我们中国两大软肋之一 另外一个是石油 大家应该都知道 基本上我们每一年进口的石油非常非常多 据网上数据显示 我们有70%的石油都是要靠进口的 但是粮食这一块 很多人的印象都是停留在 袁隆平老先生发明了杂交水稻 中国的水稻技术产量领先全球 但实际上是很多人可能不清楚 根据咱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咱们中国人的人均耕地面积放在全球 其实还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 但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只用了别人一半都不到的重地面积 再养活14亿人口 很明显这些人平时根本就不买菜不做饭 根本就不懂得粮食来之不易 我们真正每一个买菜做饭的人 绝对不会把好好的新鲜的蔬菜直接就扔掉了 像我们中国这样 14亿人口的超级大国 吃饭粮食民以食为天 这个绝对是重中之重 头等大事 最后严重谴责这个奢侈品的品牌